上周美国市场的节日气氛浓厚 寄望于此 消费零售市道或有一点起息 但对于金融市场 则相对平静 没有太多动作 大致上是延续过去一段日子的原有趋势 当然 这只是表面的理由 实际上 假如市场上真有重大消息 影响盈亏需具的 投资者大可以随时改变 度假消费的意欲 改为先行主动出击赚钱或止损 显然 之所以假期可以发挥功效 就是当前市场没有明显压倒性的大趋势和方向 足以令大家有兴趣跟进 诚言 真正重要的趋势 不是不停轰炸大家的财经新闻 而是某一两行至关重要的变数 当中的变化 以至外界的解读 事实上 正如一直在此跟进度 本质性的重点 离不开所有资产价格都看重的 就是资金供应的多寡 资金资产属多属寡 资金追逐资产 则资产有价 相反 则资产被炮 是的 打从几个月前美联储着意提速加息 到后来触发英国经济金融危机 之后陆续有各地央行放慢步伐 不再紧贴 这些一直都是我们在此跟进和预告过的 目前的情况 可以说是一脈相承 随着经济数据的出台 美联储大条道理 当地通胀已经受控云云 有望见顶回落云云 便可以顺应外界的声音 把家式步伐放慢 但其实 大家不难发现 所谓外界的声音 或多或少 亦是其本身各位美联储大员连日来的声音 透过不同的公开场合或媒体访问 为大家事先铺好路 准备好了的期望管理 短期而言 经过11月份的大规模期望管理 内界已经相当程度信服 美联储以美国通胀 已经有望见顶回落为由 但有可能在12月份的意识上 把原本提速 改为略减速 也就是说 本来是75点子的加息幅度 如今是50点子 这样一来 但可让资产价格的压力减轻 也同时减低失业增加 以至衰退出现的概率 而既然投资者 暂未见明显身趋势 普遍风险资产 现水平整固为主 当然 另一边商的退市缩表 则不在此限 始终量宽者部分 属于非常规的货币政策 本来就是金融海啸后的产物 不应该是经济周期的主流工具 严格来说 今次的通胀压力和通胀预期 虽说触发点是全球疫情下的供求大变 但真正原因 当然是上述的量宽所致 换言之 以往正常时期 时序上 应是有经济过热 在现有资产用得没有什么剩余产能下 需求带动物价上升 然后央行有必要维持降温 即要减慢货币供应 如今却是 十多年前的货币供应多得惊人 要么不影响通胀 要么失控 如今要控制的 不是什么经济过热 不是周期性的经济问题 而是上述结构性的变化 无论如何 风险资产价格的反应相对正面 数星期下来的变化 未见重大危机出现 始终收紧便是收紧 但放慢收紧 起码好一点 但轮到大仗特仗 则未必是时机 经历了近期的大仗 便有一定整顾期 当中成交又会回复到平常 也就是常态 之前一下子兴奋过后 大家又要小心被逼 在座一会吐鲁的风险 可考虑先行减仓 以调节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